因为我们村北边是那个河嘛 是昌原河 6号上面水库放大水嘛 然后把我们上游那个有一道桥给冲塌了 我们村正好是跟那个河道这个中间还比较低 西北边是比较低啊 中南高 水都直接都滴到我们这了嘛 那天中午11点多 大队的那个喇叭通知我们让赶紧跑嘛 我这个当时跟我妈他们一直到南边 南边是最高嘛 跑出来之后我随时我回去收拾一下东西呢 然后已经回不去了 然后就是村里面已经水特别生了 然后整个村子都淹了 水都到我那个大腿跟着尖了 今天下午我们都回家了嘛 现在已经降了有一米多了 生了就是水平面 然后门口现在是水还淹着 现在地窖里面也全是水 不知道这个地窖里面水抽掉之后 上面房子会不会有影响 很多人家因为这个地窖已经那个塌了 现在就是先把那个口子都不是堵住了嘛 在想办法去抽水啊 院子里面是下去了现在 正屋那个房子是长都裂了 地板都掀起来着 然后地也陷了 整个屋子里面跪的都斜的 我们地里面都都现在都是淹的 抽水都是我们村里面 他自己去想办法接那个什么水笨什么的 那些抽的 在外面你能找到地方住的都是去外面住了嘛 然后找不到地方住的好像是 坡里面是组织好像在外面租房那是怎么住的 我在我哥这边城里面这个有个房子 我在这边住着我们家 像我们这个圈那个水笨 现在是有二十多个笨 但是就只有十来个能在那是用 西亚上那些功率比较大都没法用 因为它那个线也弄不起来嘛 那是攀砖水库嘛 水库的水一换下来 会在我们凤库村 只有一个交汇处 原来这个水库吧 好像是能那个承受上百个水的那个流量 结果是到了六号的那个下午 水位就散起来了 那个办的是土地 也没有加固的那个办 喝到了承受不了 就您说的那个情况 我们这个高度重视 我们已经联系当地的那个镇政府 现在正在调集人手和脱调设备 正在往过赶 然后放过你一时的承受 那样的节约 就是 看 栈约 轨 半 顺 保重 们 Towards